男生真的會有自己的洞穴時間 或者需要給他自己一點時間 我還給你蠻多空間的啊 對 但是有些時候你會突然出現在我的洞穴的門口 現場真的香氣瀰漫 為什麼有小籠包在今天的現場呢 那我們先賣個關子 等一下來跟你說小籠包到底代表什麼 OK 我們今天要討論是 約會的Mega 我們來看看有多多 好不好 第一次約會適合的行程跟地點 我覺得第一個不要太遠 所以我不能說是第一次約會 我約你在巴黎嗎 不行 因為萬一你只要約會不成功 你只要硬要跟這個人就待在巴黎 你就是不好 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可以去展現一點巧思 例如說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有聊到一些東西 這個人很喜歡貓 我帶牠去貓咖啡館之類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應該還是要可以說到話 像剛剛我們兩個電影院 那可能電影院完了以後就可以去喝個咖啡 還是要坐下來 比較安靜的地方好好說話 約會誰付錢 付錢由男生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女生不要覺得說 男生應該要付錢 對 覺得男生付錢的話 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要說是一次兩次三次 然後你根本連錢包都不會掏出來 也不會說一句 對 最起碼你會說是謝謝了 對 你表示一點 appreciation 譬如說男生已經剛剛請了一頓飯 那我覺得女生其實也可以大方說 你剛剛已經請吃飯了 那我現在請你就是喝飲料 那我覺得真的有一個互相 不會覺得說好像有一方一定要付錢 最重要就是看到心啦 你有沒有表示說 我也願意付錢 約會的禁忌和加分的小撇步 約會的時候真的不要高談闊論 覺得有時候其實可以適時的多發問 然後讓對方來說話 問比說得多 就沒錯了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想要討好對方 香水噴得非常濃 我覺得那個也真的不要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 NO 就是嚴重遲到 我曾經聽過一些女生說 其實也要遲到一點點 讓她等一下 這樣子她會表現心一點 沒有 我會覺得NO 不要這樣子 那有什麼加分的皮膚 我覺得這是事實的表現 貼心 加分 我曾經聽過一個女生說 就是因為那個男生在她冷的時候 然後就把她的外套這樣脫下來 沒有問她 然後直接就披在她身上 然後這件事情 就馬上讓她愛上了她 我也蠻多男生這樣 我也沒有愛上他們 還有誰 Come on 我不是只有你交或你一個男朋友 Come on 交往前不要展現完全真實的自己要保有神秘感 我自己覺得原則上就是 你不要虛偽 那如果你真的刻意去說一些 跟你自己的個性不符合 其實之後真的交往的時候 辛苦的是你自己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一些 就是可能身體上不舒服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如果你刻意隱瞞 然後之後對方反而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你還不如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開誠不公 正式交往 怎麼確認告白的方式 怎樣叫做 其實我們可以先從Dating開始 對 就兩個你可以約會啊 多認識 而且你可以從對方給你的回應 知道說其實她對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約你就馬上出來 然後你約我我也願意去 其實你們兩個其實就是 跟對方已經漸漸走向交往的 我們兩個就是在吃小籠包的時候 確認我們的交往 因為在那個之前呢 其實我都一直沒有給她一個很明確的 對 有一天我們兩個去吃小籠包 然後正在我要夾起小籠包的時候 我就問了一句說 你在台灣交過幾個女朋友啊 然後她就這樣 包括你還是不包括你呢 就是那時候你雖然內心很澎湃 但你還是要裝得很鎮定 你就這樣 包括我啊 就是那個時候那個當下 我就知道原來我算是她的女朋友 家裡面的財務狀況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問她你的理財的 觀念是什麼 比財務狀況可能還更重要的是 對於金錢的價值觀 這個部分是有辦法可以事先去理解的 對 對 你可以吃 可是呢等到她吃到剩最後一口的時候 然後你說我忍不住了 然後來吃 可是你確定對方不會覺得說 剛剛問你要不要吃你就不吃 然後現在最後一口我就吃不夠 然後你把我吃掉 如果她真的是這樣的話 就不值得交往 男生真的會有自己的洞穴時間 這個時候你需要給他自己一點時間 我還滿給你滿多空間的啊 對 對 但是有些時候你會突然出現在我的洞穴的門口 我就會感覺到脖子上面一陣冷風 然後再轉過頭來 哇 其實說真的不是男生需要空間 我覺得女生其實也會需要空間 內向人充電的方式 就是自己獨處 嗯 如果你是內向人的話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 你就直接說 我有些時候會需要一個獨處時間 嗯 找別勝新婚 所以說不定就是獨處完以後 其實兩個人會有更多的話題啦什麼的 去增溫彼此的感情 也滿好的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兩性之間的問題 請大家要持續的鎖定LTV的Couples Wiki 然後要記得訂閱還有打開小鈴鐺